上一世 我为保护妹妹被洪水冲走 多年后重逢 父母却绑着我为她顶罪 我在狱中含恨而死 灵魂见证了她们的恶行 死就死了吧 只要千千没事就好 再睁眼 我竟然回到了洪灾那天 我一根根掰开妹妹的手指 笑得肆意 憋住气 姐姐要放手了哦 正文开始了 喵喵每人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喵喵不迷路 得知自己是虐文女主的第二天 我重生了 姐姐抓紧我 我不想死啊 狂风暴雨中 陆千千死命抓着我的手 在我皮肤上流下道道血痕 我浑身一颤 猛然意识到我不再是灵体 而是真的重生到了 我的双胞胎妹妹陆千千 失踪这天 还未高兴 身下的木桩就传来咔咔的断裂声 我们队困在了这里 暴雨还在下 水流如泡 木桩很快就要坚持不住 上一世 我为了救陆千千 把她也拉上了木桩 可她上去的第一件事 却是反手将我推到水里 姐姐 这个木桩这么细 一定承受不了我们两个人的 所以你大度一点 让给我好不好 没来即收起震惊的目光 我就被滔滔水流过鞋 冲向远方 再醒来 我已经在激流中磕伤了脑袋 终日浑浑噩噩噩于闭塞的山村 被殴打 被辱骂 活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15年后 亲生父母才将我接回 供我读书 我以为他们是来弥补措施的亲情的 谁承想 他们对我的所有关爱 都是为了让我给肇事逃逸的妹妹 做踢死鬼 烟烟啊 不是爸妈偏心 这些年我们在千千身上 投入了太多心血 她还那么年轻 还有那么好的前途 而且她马上就要嫁给咱们当地的首富了 实在不能在狱中把青春浪费了呀 对呀 烟烟 其实蹲监狱也没几年的 我们会帮你打点好 只要你去了 绝不会受委屈 到时候你出狱 妈妈一定把你接回家 好好照顾 他们态度恳切 俨然是一对为女儿着想的神仙父母 可饶恕我脑子不好使 也知道蹲大牢不是什么好事 我挣扎着想跑 却被他们带来的保镖 按住 扭送进警局顶罪 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 我和陆千千是同软双生 样貌极其相似 稍加打扮 几乎没人发现 这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 我在监狱里待了五年 日子却没有向陆家父母承诺的那么好 因为身形瘦弱 我成了狱中的霸凌对象 不但要做脏活苦活 还要面对无止境的殴打 每个月的物资发配下来 连卫生金都会被所谓的大姐头没收 在他们的照顾下 我甚至莫名其妙丢了一颗肾 许是怕遭报应 出狱后 陆家给我打了一笔钱 但那时我已游禁灯窟 没过多久便寒恨而终 咽气后 我的灵魂回到陆家 才知道在狱中遭受的这一切 都是陆千千指使的 一个傻子 也配做我姐姐 也配来分陆家的财产 哪怕当年暴雨 是她执意冒雨出门买零食 我担心她安全陪着一起去 才会被洪水冲走的 姐姐姐姐 你快拉我一把呀 大雨溅起来的水花 几乎让我看不清陆千千的面貌 她一边竭力呼喊着 一边用力拽着我往前爬 指甲划破皮肤的刺痛 让我收起思绪 看着她还显青色的面庞 我唇角的弧度越勾越大 你是不是在想 这根木桩这么细 一定承受不了我们两个的重量 是不是在想 等你上去 再把姐姐推下去就得救了 陆千千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震惊之外 还有被心思被戳破的窘迫 可她到底是小孩子 心智还没成熟 胸中有疑问 自然而然问了出来 男男道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呀 仿佛猜到了我想做什么 陆千千脸色一白 姐姐 姐姐不要 我是你妹妹呀 一母同胞的妹妹呀 嘖嘖嘖 这时候想起来我们一母同胞了 我抬手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然后在她惊恐的目光中 一根根掰开她早已脱离的手指 憋住气 姐姐要放手了哦 陆千千失踪了 从此陆家只剩下一个叫陆燕燕的孩子 父母又是登报 又是贴旋人启示 我却在房间里哭得眼睛都肿了 不是难过 是太高兴了 虽然眼泪止不住的流 但嘴角比AK还难压 父母见我这样 还以为我是被妹妹的丢失刺激到了 心意软 什么苛责的话都说出来了 乖宝不怪你 是妹妹太调皮了 要不是她非要出去买零食 你也不会在暴雨天追着她出去 乖宝没事就好 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 父母妈 总是会偏心跟在自己身边那个 从前是陆千千 但从这一刻开始 做何敢想 反正 不会好受就是了 至于我为什么如此笃定她会回来 那是因为 在我死后 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 我和妹妹分别是两本小说的主角 她手持爽文女主剧本 无论前妻受过什么磨难 二十岁以后都会顺风顺水 所以最迟十五年 陆千千一定会被陆家找回 而我是一本亲情虐文的女主 虽然手持黑莲花人设 但终究无法抗衡剧情走势 只能被迫虐深虐心虐妖子 最后还是靠着精神胜利法 以死惩罚陆家三口 但是那有什么用呢 他们依旧吃香的喝辣的 不痛不痒 连块肉都没掉 怎么算忏悔了呢 索性上天又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一世 我不会再懵懂吃傻 任人摆布 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一定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铺了张白纸 详细分析了自身的情况 这一世 我的优势在于身体健康 头脑清醒 且因重生过一次 熟知剧情 能占得部分先机 劣势则则在眼界 学识这些我上辈子 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所以下一步 自然是利用这15年的空当 查去补漏 让陆千千再也赶不上我的脚步 但是这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 我搜遍脑中的讯息 依稀想起上一世 有个货郎来村里收鸡毛 他说南方有块保底 鸡毛换堂 能换出大别墅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改革开放 很多人站在这个风口 赚得飞起 算算年份 现在刚好是下海经商的好时机 于是我旁敲侧机的 把消息透露给父母 说有同学的爸妈在南方 一个月最少能赚三万块 这两人一个势力 一个贪婪 要不也不会为了保住 即将嫁入豪门的陆千千 费酒牛二虎之力 把我送进监狱 他们合计了一晚上 第二天就停止了 寻找陆千千 带我南下倒卖手机 女儿的事先放一放 赚钱的机会过去了 没准咱们就再也发不了财了 轰隆轰隆的火车上 气敌声悠悠远绵长 大片麦田在眼前匆匆掠过 我拖着腮 听他俩大声密谋 忍不住笑出声 自己赚钱多累啊 让仇人辛苦赚钱养我才爽 就是不知道 陆千千千辛万苦找到家里 却发现家中早已人去楼空 会是什么表情 她从小就是被拐体制 可是无论走丢几次 最多半个月 就能被各种好心人送回家里 可这次 我把家都搬走了 我亲爱的妹妹 你该怎么回来呢 暖融融的阳光里 我慵懒的伸了个懒腰 15年的好时光啊 就交给我陆烟烟享受吧 几年后 父母在我的提点下创业成功 他们视我为福星 对我愈发宠爱 甚至把10%的股份 化到我的名下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我 而是相信 我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 12岁这年 我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富婆 出入都有专人伺候 但是还不够 我必须为8年后 陆千千的归来做准备 我又悄悄回了趟秦城 找到谭家河时 他正裸着上身 被姑父鞭吃 我和你姑姑的钱 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赖在这里白吃白喝就算了 还不好好干活 我让你看书 我让你不好好喂猪 可明明 谭家河才10岁 男人的儿子 肯离根热气腾腾的甜玉米 不断起哄让爸爸接着揍 少年却隐忍不发 倔强的几倍 挺得笔直 没有半分切弱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 上一次 是在我的墓前 出狱后 我深知自己无药可医 把父母打来的钱 都捐给了上不起 学得贫困儿童 谭家河是这批孩子里 唯一来墓园悼念我的人 那时他事业有成 而我已在背前困了10年 是他带来的小厨局 解放了我的灵魂 让我能够重活一世 最后我花了5000块 买断了他与姑姑一家的关系 前递过去的时候 少年眼中的不可置信 变为了闪烁的泪花 两岁的年龄差 他的个子却比我矮了整整一头 我弯下腰 向他伸手 愿意和我走吗 少年没有犹豫 愿意 要吃很多苦哦 我不怕 那样坚定的目光 我已经许久没有见过了 我脱下外衣 披在他瘦弱的身上 然后把他领到了车上 身后贪婪的姑父一家 还在数钱 他们不知道 那笔钱是连号的 是我高价 从一个小偷那里买来的 很快 他们就要以盗窃的罪名 吃几年劳饭了 我牵着谭家河的手走上车 少年怕衣服上的污渍弄脏座椅 初时还有些胆怯 你是以弟弟的身份 和我回家的 如果你想做人上人 就不要打心眼里 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少年一震 从容跨上了车 只是车门刚关 身后突然传出一声惊呼 姐姐 姐姐是你吗 是你吗 我有些头疼 他的爽文光环 已经强大到这样 都能偶遇了 管家也发现了 陆千千和我十分相似的面貌 男男开口 小姐 这是 然而没等我开口 谭家河冷冽的目光一扫 先发话了 不该你管的事情 不要多问 咋 还挺上道 我满意的笑笑 淡淡开口 少爷都这么说了 回去知道要怎么做吧 管家思索片刻 一脚油门开出了老远 小姐放心 我什么都没看见 身后 陆千千已经追了上来 刚趴上车门 就被车轮溅起的泥点 甩了满身 她没站稳 一头扎在了雪里 摔了个狗吃屎 想追上来 又因穿了明显 大了几个马术的鞋子 频频摔倒在地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 直到滑稽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 才收回目光 谭家河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她双手紧握成拳 苍白的皮肤下 青筋盘缓 我问她怎么了 她没了半赏 终于开口 我不会让你后悔 买下我的 呼呼的暖风中 少年一字一顿 傻孩子 我当然不会后悔 因为我知道 只需五年 你就会成为 秦城最出色的操盘手 同时也是我刺向陆甲 那把最锋利的尖刀 八年一晃而过 在我二十岁生日当天 陆千千假扮服务生 混进会场 在众人虚情假意的寒暄中 直接跪倒在父母面前 母亲被吓到了 大喊 哪里来的疯子 一行青泪 从陆千千眼中栩栩流出 爸 妈 你们认不出来 我了吗 我是千千啊 她死死抓着母亲的裙脚 一脸不可置信 上一世 她是细皮嫩肉的大小姐 这一世 却因饱受风餐露宿 两只手都破烂不堪 像是洞窗反复发作 却得不到妥善治疗的增生疤痕 母亲眼中闪过一丝嫌恶 这样的眼神 与上一世 在偏远乡村见到我时 如出一辙 孩子是很容易体会到 父母藏于微末的情绪的 陆千千当即一愣 像被什么刺痛似的 不自觉色缩回去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 不会吧 陆家还有个私生女 看上去和陆大小姐 是有几分相似 你瞎了吧 这服务生又黑又瘦的 你怎么看出像的 许是因为营养不足 这辈子陆千千没有发育成 前吐后翘的模样 皮肤有黑不说 身形也像豆芽菜似的 我在二楼静静看着 谭家和事实出现 儿语道 监控已经处理好了 不会有人知道 是我们放他进来的 我淡淡嗡了一声 挽起他的手下楼 走近时 父亲已经沉着脸 让侍者先带陆千千下去 想来也是认出了他 这原本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偏偏陆千千不领情 我不要 人群中 他突然大叫起来 一把推倒了巨大的香槟塔 我在外面受了十几年苦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 你们为什么不认我 他想闹出点动静 让陆家当众承认他的身份 可他不知道 富人的聚会不只是聚会 更是促成生意的交易场 父母想趁今天 谈成一笔大生意 自然不容许有人闹事 更何况 他还想拉我下水 陆烟烟呢 陆烟烟呢 当年就是陆烟烟 把我推下水的 爸妈 你们要替我做主啊 他急不可耐地告发我 可是话音未落 一记清脆的耳光 就打在他有黑干裂的脸上 混账东西 我陆家的女儿 也是你能抹黑的吗 不得不说 老头反应还挺快 在今天这种场合 我和陆家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骂我就等于打他们的脸 所以不用我动手 父亲自然会支持他 眼看到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我拨开人群 把被打猛了的陆千千扶起来 弯腰替他扶去尘土时 在他耳边轻声告诫 你觉得爸妈会信吗 一个乡下来的粗笔丫头 怎么可能比精心培养的女儿重要呢 上一世他说过的话 被我原封不动还了回去 陆千千浑身一震 也想起我们如今的云泥之别 他像只粘了的小鸡 被谭家和叫来的保安拖出会场 父母的脸色很难看 我安慰几句 调出早就准备好的弦乐表演 宴会很快重新恢复热闹 众人圣赞 我善良大方 处事得体 甚至还有几位阿姨 亲切地问我 有无婚配 在这个圈子里 八卦和丑闻只是谈资 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支配者 我一一回应 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 结束后 我把爸妈带到套间休息 母亲拍着我的手背 轻声感叹 多亏了有烟烟 明明是同一天生的 你妹妹 怎么没有你半点聪明 父亲也小声冷哼 一回来就给我添麻烦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让她死在外面 面对受苦多年的女儿 他们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责骂 我瞥了眼 躲在屏风后面的陆千千 这样的父母 连我都觉得冷血 更何况 是带着满腔西记回来的他 软刀入腹 多么诛心啊 果然那人影摇晃极许 几乎站立不住 我忍着笑 假装劝慰 别这么说 千千到底和咱们是一家人 父亲恨铁不成钢的叹了口气 罢了 先把她带回家 让烟烟好好教教她 他们在欧洲的项目启程在即 压根没时间管陆千千 我一笑 放心 交给我吧 偏道好轮回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早就想教她了 爸妈把陆千千安置在老宅 第二天一早 就带着谭家和启程去了法国 我起来时 就听见陆千千和保姆无妈的争吵 我问你 把衣服扔掉是什么意思 吴妈撇撇嘴 语带不屑 不好意思 我家小姐有洁癖 别人穿脏了的衣服 是不会再穿的 昨晚宴会结束 管家去帮陆千千取行李 她却大手一挥 说什么 本小姐现在是什么身份 那些低端货也配得上我 她当着管家的面 把旧衣服一件件烧成灰 所以晚上回来时 只能先穿我的睡衣 没想到今早一起床 就看见吴妈把她换下来的睡衣 丢进了垃圾桶 陆千千揪着吴妈 非要讨个说法 我就穿过一次 怎么就脏了 吴妈冷哼一声 小声嘟囔 怎么脏的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二十年前 吴妈的老公和一个坐台小姐跑了 留下吃傻的儿子 和她相依为命 而经过谭家和的调查 回到陆家之前 陆千千也曾在一个夜总会里坐台 昨晚我有意无意 把消息透露给吴妈 果然今天就炸了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陆千千揪着吴妈的头发 左右开工 吴妈也不甘示弱 她是母亲的远房亲戚 平常作威作福惯了 虽然不敢明目张胆骂人 却用阴招把陆千千掐红了好几块 我想起上一世 我也曾短暂的在陆家住过一段时间 那时吴妈也是这样 在陆千千的窜渡下 对我百般羞辱 只不过那是我傻 以为给我馊馒头的人也是好人 我敲了敲玻璃门 清脆的声音唤醒两人的理智 吴妈手足无措的看着我 小姐 你扣一个月工资 陆千千洋洋得意的看向吴妈 听见了吗 我是陆家的大小姐 而你只是陆家的一条狗 跟我斗 活得不耐烦了吗 没等她说完 我继续开口 你一个月不许出门 这下陆千千傻了 凭什么 没有凭什么 在陆家 我有绝对的话语权 吴妈也堆起嘲讽 呵 山鸡就是山鸡 还真以为自己是凤凰啊 上一世的贴心主仆反目成仇 看得我好不快意 我拿着去往威尼斯度假的机票 默默转身 没理他俩新一轮的世界大战 一个月 足够他们狗咬狗了 吴妈的战斗力 我是相当认可的 我度假回来 陆千千已经被气出了满脸痘 这样原本就不富裕的颜值 雪上加霜 父亲回来后 见到那张红肿溃烂的脸 竟然让他单独去厨房吃 理由是 影响全家人的食欲 我大腿都捏轻了 才没有笑出声来 陆千千端着碗 狠狠弯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你等着 不过爽文女主 终归是爽文女主 她很快就找到了 自己的具优势战场 在父母的安排下 她入学了我所在的贵族学校 开学典礼上 我作为老生代表上台发言 却在翻开的演讲稿里 发现了一只鸭扁的死蛤蟆 很小 却足以让我发狂 台下陆千千笑得不怀好意 只有她知道 我从小就怕这种 又黏又滑的东西 但是这些招数都太过时了 前世 我被找回后 父母就把我安排进了她的班级 当时陆千千找了几只死蛤蟆 悄悄放进我的书包 僵硬冰冷的触感 唤醒了睡在桥洞时积攒的恐惧 我在课堂上大喊大叫 更加坐实了 陆家大女儿是个傻子的传闻 在短暂的校园生活中 我被孤立 被造谣 被霸凌 直至父母拉我去给她顶罪 但是这一世不会了 几年前 我特意租了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强迫自己和他们一世 第一次只有半个小时 谭家河把我拉出来时 我的嘴唇都发白了 还是要求她再关我一会儿 老生代表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明白 脏话说出口 嘴巴才会变得干净 有仇当场报 素质才会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准 话音刚落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了台下的陆千千 在她没反应过来时 单手掐住她的下颗骨 把死蛤蟆猛地塞进她嘴里 陆千千瞪大了眼睛 错愕后捂着脖子干呕 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瞥了她一眼 当然是你放在演讲稿里的东西了 她的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 什么 你个臭婊子 竟然给我吃死蛤蟆 我嗷一声 故意脱长尾音 所以你承认是你放的了 陆千千一夜 心虚地转了转眼睛 我什么时候承认了 你是我亲姐姐 怎么能诬陷我呢 真是用我的时候亲姐姐 不用我的时候臭婊子 我吃笑出声 我又没说给你吃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你放的 你怎么知道那是死蛤蟆 文言陆千千脸色煞白 能进贵族学校的都是人今 看见这情况哪里还能不明白 我的妈呀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 这么快的现实报 陆奄奄单手甩蛤蟆 也太撒了吧 从今以后 她就是我唯一的姐 学费了 有仇当场报 才能保持高水准的素质 事情很快就被调查清楚 原来是她趁老师和我沟通上台顺序时 偷偷把死老鼠放进去的 视频里 她大摇大摆的作案 丝毫没有顾忌 她不知道 学校使用的点阵红外摄像头 只有当外部环境 地域摄像头设定的照度时 才会启用红光 陆千千以为灯没亮 就是离开 嗯 有点智慧但不多 校长当场给她记了大过 而我则因契合了学院的狼性教育理念 被当众表扬 这时当然也闹到了父母耳边 父亲二话没说 又是一个巴掌 我送你去上学 就是为了让你惹是生非的吗 你能不能学学你姐姐 让我们省点心 母亲本来想劝 又见我从回家开始 就疯狂洗手 一副被死蛤蟆 吓出了心理障碍的模样 也开始数落起了她 还好只是吓到了 要是你姐姐出了什么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次宴会 好几位行业大佬 都透露出让儿子和我商业联姻的意思 这种时候 父母当然会优先保我 当晚陆千千被罚面避死过 晚上我出去上厕所 她还在对着墙根抹泪 我看都懒得看她 却没忍住嘲讽 好好的 你惹我干嘛 陆千千再也忍不住 我一声哭了 心声典礼上 我一战成名 陆千千却因害人中害己 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毕竟大家都不傻 谁想和这样一个两面三刀 还生吞过蛤蟆的人做朋友 于是陆千千不叫陆千千了 大家开始称呼她 陆蛤蟆 陆口臭 陆看不见监控 我听了哭笑不得 不过事情发展成这样 算是彻底断了她在校园 当爽文女主的机会 她再也没办法 像上一世一样拉帮结派 操纵集体 对我实行霸凌 无计可施 陆千千被迫消停好久 但是这怎么够呢 她要虐身虐心 把我前世经历的苦难 全部体验一遍 才能偿还欠下的债务 傍晚 我约谭家和看话剧 路上摆一张陆学通知书 放在她面前 想不想和我做同学 八年前 她和我一起离开秦城 当时我没有把她带回家 而是将她安置在 名下的一幢公寓 我深知无聊的填鸦教育 对她这样的天才 是种亵渎 所以亲自挑选了 十位行业精英 做她的老师 天赋加上努力 现在的谭家和 从金融数学 到礼仪演讲 再到马术 查到高尔夫 无疑不惊 根本不需要 和我一起去上学 但是我需要给陆千千 找一个继续作妖的理由 她有点迷茫的接过来 怎么突然想让我 去读正经学校了 我面不改色的画饼 就是觉得 你读个MBA 扩展下人脉也不错 毕竟陆试以后 还要交给你经营 她沉思片刻 你是想让我去刺激陆千千吗 我一愣 这小孩怎么这么聪明 虽然她的一切优点 都是以陆千千的喜好 为标准培养的 但我从未在她面前 提起过知识 不过我毫无愧色 你怎么知道 她无奈浅笑 你不是喜欢做无用功的人 却让我去读我 早就通过的MBA课程 整件事里 唯一的变量就是陆千千 所以我猜测和她有关 而且你好像很恨她 被一个小两岁的人戳破心思 我有些气恼 她对我做过一些 无法原谅的事 我劝你不要劝我大度一点 不然我一定会把你 从车里丢出去 我展示了下沙包大的拳头 谭家和一笑 温热的掌心 包裹住我的手 轻轻压了下去 不会 短短两个字 却铿锵有力 等我处理好陆式股票的事 就去报道 我轻轻靠在她肩上 指尖摇晃着酒杯 不急 陆千千又不会跑 她轻轻应了一声 接过我的酒杯 还有二十分钟才到目的地 再睡会吧 好 我乖巧地闭上眼 不知过了多久 谭家和微微仰头 就着我的唇印 将剩余的酒液一饮而尽 然后低下头 不知再想些什么 她以为我睡着了 但其实没有 我眯着眼 看飞色 曼上她的耳烧 再缓缓消退 笑得宛如一只 捉住兔子的狐狸 果然老实介绍 转学生谭家和的时候 陆千千的眼睛都亮了 她眼里闪过 不加掩饰的惊艳 整个人如同三月解冻的春水 完全荡漾起来 不仅情书 巧克力轮番送 还开出天价 让谭家和做她几个月的男朋友 对方没答应 她就又追到了餐厅 你想吃什么呀 我爸很有钱的 你想吃什么 我都请客 看到她霸占座位 谭家和眉头一簇 这里有人 哪里有人啊 陆千千左右看了两眼 还想继续攀谈 谭家和却站了起来 甜甜叫了声姐姐 我去 平常没发现 她这么能加呀 我干咳两声 挑眉看向陆千千 还不让开 等着我顶点干锅蛤蟆呢 黏你恶心的回忆涌上心头 陆千千头皮发麻 只得信心走开 接下来几天 谭家和督姐姐长姐姐 短的跟在我身后 陆千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牙都咬碎了 这一世 陆千千的父母朋友 还有心上人 全都围绕在我身边 以她的心性 不疯才怪 好几次 她都想效仿上一世 把我关进厕所泄愤 可是我练了15年散打 翻出厕所隔间 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第一次 拼命往里泼水的陆千千 累得满头大汗时 我风轻云淡的 推开了隔间的门 又锻炼身体呢 第二次 她学聪明了 把隔壁的门也锁了 结果被我擒住手脚反锁进去 教导主任裤子都没提 就大叫着 揪住了陆千千的小辫子 随后一个电话打给了父亲 但是她哪有空理陆千千 最近陆氏股票被人狙击 她正焦头烂额呢 母亲也懒得管她 半个月前 我和谭家河逛街的时候 见到父亲带着别的女人出入酒店 就顺手拍下来发给了母亲 现在她正忙着抓奸呢 结果就是管家来的学校 我在一旁煽风点火 我每次开家长会 爸妈都争着来 怎么到你 他们就不愿意了 陆千千被戳中痛楚 死死咬着嘴唇 你没听管家说吗 他们只是在忙 哦 她还真信 我突然想起 几年前保存下来的录音 从手机掉了出来 那是我专门找人配的 完整复刻了母亲当年的话 这乖宝不怪你 是妹妹太调皮了 要不是她非要出去买零食 你也不会在暴雨天追着她出去 乖宝没事就好 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 录音结束 我捏起微笑 听见了 我们才是一家三口 爸妈根本就不在乎你 文言陆千千眼中的希望 一点点熄灭 这辈子 她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演技和学识都难以开阔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情绪左右 忽略事实真相的 果然 她怒吼一句 我恨你 就冲出教导处 头也不回地扎进羽目中 完全没去思考这份录音的真实性 七 恨就恨吧 你不恨我 我复仇的快感从哪里来呢 陆千千好几天没来上学 只不过我没想到 她消失的这几天 是为了给我憋的大的 我同步了她的购买记录 意外发现 她下单了一份催情置换剂 我以为她想报复我 正打算将计就计 结果没想到 她的目标是谭家和 那天我正在收购股东手里的股票 谭家和突然打来电话 有辆车一直跟着我 而且我的身体从刚刚开始不停发热 再有十分钟 我就必须停车了 她欲言又止 好像是 那种药 我神色一灵 立马明白了跟着她的是谁 不敢耽搁 快速查看了她的行车轨迹 离你七八分钟车程的地方 有间在我名下的车行 你到那里去 把车留下 我让人送你去医院 那边传来一声隐忍的闷哼 就挂了电话 我拜托车行的朋友 送谭家和去医院 来到陆千千房间时 在梳妆台下 找到了残余的致幻剂 这个包装 真熟悉啊 上辈子 陆千千也用过同样的着数 那时我心智不全 被她哄骗着 添加了致幻剂的饮料 再醒来 我已经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郊区 吴妈的吃傻儿子吴小海 扶在我身上 激进疯狂 那一夜 风雨飘荡 黑夜和星红 交织成回忆里不堪的底色 哭喊和求救 狠狠敲打着肿胀的骨膜 我想打电话求救 却被有暴力倾向的吴小海 一根根掰断手指 我绝望着 内心祈祷父母能来救我 可直到天明 手机还是静静躺在不远处的草丛里 他们从未在意我的失联 发泄完毕 吴小海随便把我的尸体一扔 只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婆 为衣不必体的我盖上草席 他报了警 可陆家怕丑闻影响股市 坚持密不发丧 而后黄土掩埋真相 周围再也没有回声 我捏着那瓶致换剂 心脏狠狠颤抖 妙啊 太妙了 我等了十几年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正好吴妈路过 一脸好奇 小姐 你在二小姐房间找什么 要我帮忙吗 我一顿 唇角的弧度慢慢放大 不用了 吴妈 我记得你儿子住在陆河附近 对吗 一小时后 我在吴小海家门外 接到了谭家河的电话 我没事了 马上去找你 我安抚住他 好好休息 我等会儿过去看你 房间内突然溢出一些 不可描述的声音 谭家河瞬间紧张起来 你在哪儿 有没有危险 说着 竟然有下床的声音 我赶紧让他躺回去 我没事 是陆千千 那边松了一口气 终于静下来 我在医院等你 挂了电话 我又听了拼墙角 这场战斗大约还需要一会儿 我把相机丢给手下 拍拳点 尤其是脸 陆千千 这一次 我可不会放过你了 医院里 消毒水位十分刺鼻 我不紧不慢地削着苹果 谭家河一脸无奈 别削了 再削就剩河了 我低头瞧瞧 刀确实吓得有点狠 那别吃了 他一把夺过 就剩个河的苹果 我不嫌弃 说完却有点不敢看我 行吧 我放下水果刀 拿起包包 好好养伤 我先回家一趟 他有些不解 还有事 当然有事 今晚可有一场大戏 我在网上随便下单里的蛋糕 到家时 陆千千还没回来 今天是父亲的五十大寿 可父母晚上回来 脸色也不好看 最近陆氏一直被负面消息缠身 先是旗下的珠宝公司 辐射超标 再是父亲被爆出轨 短短三个月 市值已经蒸发了几个亿 明明之前还好好的呀 怎么妹妹一回来 开饭时 我故作感慨 将前世陆千千说过的话 同样说给了父母听 被我一点 我妈也开始复盘 这么一说 千千回来那天 就搅黄了咱们千辛万苦筹备的项目 从那之后 陆氏业绩就一直下滑 难不成真相奄奄说的 她是回来扣我们的 父亲虽然一言不发 但梅雨间已有怒气 没了好半天 才把吴妈叫来 你收拾收拾 明天让千千搬到郊区那套房子去 哐当一声 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 我寻声望去 只见陆千千站在门口 雨水打湿她的刘海 连成一道道支离破碎的线 在她脚边 还有一块摔得稀碎的蛋糕 不愧是爸妈的好女儿啊 都这样了 还想着给父亲庆生呢 再走进家门前 她一定小心翼翼 把那块蛋糕护在衣服下面 也许在想 爸爸吃完这块蛋糕 就会带她像从前一样好 可是父亲会领情吗 我想瑞弊 比起女儿 她更爱金钱和地位 爸妈 你们在说什么呀 陆千千难以置信 走过来的脚步都颤了 我什么都没做 怎么可能克你们呢 父亲嫌恶的看她一眼 你看看你 哪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父亲眼神一立 就不敢吱声了 陆千千本来就不常见到父母 这下搬到郊区 就更别想和他们培养感情了 她扑通跪在地上 身泪俱下地哀求父亲 不要把她送走 表情就像上辈子 我被送进监狱前 那样无助和可怜 可是爸妈哪里会怜悯她呢 吃过饭 就让吴妈替她打包行李 父亲的举动 无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千千眼中的最后一点光 终于熄灭了 她缓缓抬起头 语带控诉 爸爸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对我呀 妈你为什么不帮我求情啊 我是千千啊 从我这副模样回来 你们都没问问我遭遇了什么 就让我搬走 明明小时候你们说过 我永远是你们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为什么变了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爸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这都是你自找的 自从你回来 给我找了多少事 你要是像你姐一样省心 我们会把你送走吗 那是谁让我变成今天这样啊 陆千千尖叫一声 突然抓起桌上的餐刀 指向父亲和母亲 我默默退开 为他让出战场 是你们 对 是你们 当年我被大水冲走 你们为什么不找我 我在秦城等了你们那么久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我 我变成这样 都是你们害的 其实爸妈来广深后 又托人找了他一年 但我让谭家和买通了他们委托的私家侦探 所以每一次的结果都是 抱歉哦 还没找到 你发什么疯 父亲被他的举动激怒 站起来就要打人 可是陆千千已经在崩溃边缘 看见父亲抱起 突然怪笑着五栋手中的刀刃 父亲躲闪不及 下腹被划了好大一个血口 紧接着 他又把刀口对准了母亲 他疯了 他得神经病了 快来人把他拉走啊 母亲根本没理倒在地上的父亲 一边大叫 一边往吴妈身后躲 夫妻本是同名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今天总算见识到了 只是吴妈哪里见过这场面 两眼一翻 直接晕死过去 陆千千还在逼近 母亲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绕着柱子闪躲 两个人秦王绕住 看得我直乐 我拿出餐巾擦了擦嘴 裙摆忽然被父亲抓住 奄奄叫救护车 他像是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似的 希望我能救他一命 可是我才不管呢 我再次伸出食指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忍一忍 很快就过去了 当初把我送进监狱时 你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父亲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然后双眼睁大 没了气息 我继续看戏 可就在陆千千一刀刺向母亲时 管家带人冲了进来 抱歉小姐 我们来晚了 不 你们来早了 是我亲爱的父亲 老头子命也真大 被陆千千划了那么大的伤口都没死 不过医生说他倒地时磕到头部 引发中风 虽然意识清醒 但这辈子都说不了话 下不了床了 我最后一次给他擦了擦脸 弯下腰石 在他耳边轻吟 你是不是很好奇 是谁把你出轨 和陆氏使用辐射珠宝的消息爆出来的 他的瞳孔骤然放大 怨毒的盯着我 应该已经明白 可他用尽全力 也只能发出咽咽咽咽的声音 刚好护士推门进来 要给他打针 我最后忘了一眼他 杀人诛心 谢谢爸爸 陆氏我就收下了 五年前 我以谭家河的名义注册了公司 并让他暗中狙击陆氏股票 如今董事长失去行为能力 公司深陷丑闻 正是夺权的好时机 一周后 我走马上任 母亲深知以后能为他养老的人只有我 自然也不敢反对 而陆千千 则因故意杀人罪被捕入狱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死在他手上的不是父亲 而是吴小海 警察说完事后 他假意给吴小海做饭 趁他放松警惕 用烟灰缸砸晕了他 他不解气 前前后后 共砸了二十多下 直到吴小海血漏模糊 再无动静 一听这个 我立马让谭家河出面 雇佣吴妈到医院照顾瘫痪的父亲 吴妈本就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上辈子我出狱回到陆家 她负责照顾失去肾脏的我时 经常动手删人 现在儿子又被陆千千亲手捅死 想来对杀人凶手的父亲 也不会好到哪去 恶人还需恶人魔吗 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去监狱探望了陆千千 短短一个月 他憔悴不少 嘴唇干裂 头发枯黄 黑眼圈比眼带还大 这段时间我忙着接手公司 没空料理他 想来谭家河已经打过招呼 让里面的人好好待他 前世我们也是这样 一内一外 只不过这辈子 在里面的变成了他 我把照片一张张扑在桌子上 画面里 他一丝不挂 面色潮红 和吴小海紧紧纠缠 考虑到吴小海的侵犯行为 法官给他的最终判决是 有期徒刑25年 但是那怎么够呢 你的余生都会试图 把自己从互联网上抹去 但就算出狱 也始终有人记得你的模样 他们会替我在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唾弃你 而你永远也摆脱不掉 照片一拿出来 陆千千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是你故意引诱我去找吴小海的 是你给我为之换祭的 陆奄奄 你为什么要毁了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欠我一条命 就因为我当年想把你 从树桩上推下去 我摇摇头 不止 上辈子你还对我 做了很多不可原谅的事 不过可惜 你都不记得了 否则我都不敢想象 看见他的悔恨 我会有多么快乐 陆千千一愣 你疯了吧 因为莫须有的上辈子 你就这样对你的亲妹妹 而且就算我真的伤害过你 那也是上辈子的事 和这辈子有什么关系 我根本没对你 造成过实质性的伤害 听听 多会给自己找不 但我不会自证 因为我明白 我能拥有如此美好的未来 不是因为他的高抬贵手 而是因为 我早已从源头 掐断了他作恶的可能 你错了 我伸出手指 在他面前摆了摆 伤没伤害 不是由加害者定义的 在杯前游荡那十年 仇恨和委屈 如同复古之居 将我折磨得夜不能寐 哪怕肉体都消散了 我也清清楚楚的 记得那些伤害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句轻飘飘的 和这辈子无关 就放弃复仇呢 黑莲花哪有那么大度 陆谦谦恶狠狠地看着我 半赏突然站起来 疯狂拍打着隔板 警察 我要见警察 是陆奄奄害我的 是陆奄奄害我的 可是一个无权无视之人说的话 哪里会有人信呢 律警很快上前 将他急晕拖走 隔着橱窗 我最后一次向他挥了挥手 入狱快乐 我亲爱的妹妹 在我忙着清理公司就不时 父亲又送了我一份大礼 他忍受不了吴妈的折磨 故意从床上摔了下去 血块游离 造成心脏血栓 当晚就一命呜呼 葬礼上 捂着嘴 笑得眼泪直流 往来的宾客 却纷纷安慰我 不要难过 说真的 笑死人了 倒是母亲 哭得昏厥过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那天丢在丈夫逃跑的人不是他 众人把他送进医院 我以为他是失去靠山 伤心过度 结果医生来检查 竟然说他怀孕了 众人又劝他 为了孩子节哀顺变 母亲清擦泪水 清辅着小妇 放心吧 这一定是上天的恩赐 为了给陆家留后 我不会轻易倒下的 他还坚信是个男胎 什么 你说公司 当然要留给男保啊 奄奄只是代管 将来嫁人 总是要还给陆家的 他说的理所当然 说着还转向我 你说是不是 奄奄 早在我和陆千千出生时 他们就表达了对儿子的渴望 只是这么多年 我都偷偷把避孕药放到母亲的牛奶里 谁知道千房万房 最后一次没房住 不过也不打紧 这辈子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我不动声色点头 办完葬礼 给谭家和打了个眼色 下午一份关于我母亲的检查报告 就放到了我桌上 我猜的没错 他果然患上了急性肾衰竭 因为上一世 我被医生带走取肾时 隐约听到他们八卦 真狠啊 连自己亲骨肉也不放过 我猜测 父母就是寻找肾染的人 却一直苦于没有证据 直到两年前 母亲开始出现肾病的早期症状 看来陆氏集团的太子爷 注定生不下来了呢 隔天 我把一份故意夸大了的检查报告 交给母亲时 母亲豁然开朗 对 换肾 谁会给我捐肾呢 说着 她目光殷切地转向了我 走 我们现在就去做配型 配型 你也配 忍住不屑 我轻拍着她的手背 妈妈 我当然愿意为你捐肾 但是爸爸不在了 我还要称着陆氏呢 没了一颗肾 我还怎么让你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我不想死啊 她焦急地问 不过我和千千是同软双胞胎 与其让我去配型 不如 我没忘 陆千千还欠我一颗肾呢 母亲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继续蛊惑 我看过爸爸留下的账本 她临终前 一直在资助第四监狱 和实行医院买卖器官 只要你搬出爸爸 医院还能不同意给你做手术 对了 院长电话你有吧 人吗 都想活 母亲一听有救 立马洗上眉梢 可不消片刻 又搭了下脸 可是你弟弟怎么办 做这个手术 他会不会有事 有事是肯定的啦 不过还是 我还是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都这个时候 无需多言 母亲忧心忡忡 半赏才下定决心 摸着肚子说了声对不起 所谓亲情 也不过如此 我冷笑 起身拉开窗帘 发现已是傍晚时分 果真是夕阳无限好 瞧这余晖 多明媚啊 不久后 谭家河给各大检察院和媒体 发了封匿名邮件 不仅曝光医院和监狱 买卖犯人器官的交易 还附上了涉案人员的名单 证据便完整 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医生收到风声时 母亲已经奄奄一息 没等救护车赶来 就撒手人寰了 当然 陆千千也没好到哪里去 她被强行取走一颗肾脏 虽然性命无忧 但却疯了 醒来后不顾阻拦 拔掉针头 扎进了自己的动脉 听护士说 她喊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要重生 想来是听到医生的闲聊 猜出了母亲是幕后主使 绝望之下 也想像我一样逆天改命 可是不会有人去给她送小出局的 未结善因 哪来善果 此讯传来那天 你们的报应 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恭喜你 终于得偿所愿 谭家和拿过红酒 同我举杯庆贺 这么多年 她一直隐在暗处 帮我处理些 我不便出手的事情 她做得很好 我很感激她 可是 为击垮陆士所搞的小动作 总要有人承担后果 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牺牲她 还是牺牲我 答案显而易见 巨大的落地窗前 谭家和一袭黑衣 身姿笔挺 很多很多年前 她也是站在这里 向我承诺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想要的 都交到你手里 似乎猜到了什么 她望着远方的灯火 目光悲壮而苍凉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们 这点要求我还是 最能答应的 我看过你的记录 在我之前 你也物色过别的小孩 最后为什么选了我 我想了想 如是说 因为你有才华 且从小没有被人好好对待过 只要施恩于你 你一定不会轻易背叛我 重生后 我花了三年研究犯罪心理 谭家和是我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她低头 苦笑了一下 我就知道 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 警笛肃穆 已经想到了陆氏楼下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坐着 等待黑暗吞噬最后一丝霞光 直到警察进门前 她突然问我 姐姐 你猜我们谁会赢 话音未落 一个粗犷的男人 推门而入 陆燕燕女士 我们有一些 关于陆氏辐射珠宝案 非法参与器官买卖案的问题 想请你配合调查 我抬眸 看向谭家和 哼 我养的狼宰子 终于长大了 下秋之交 一场秋雨一场寒 时隔十五年 我又回到了秦城 这次不是为了复仇 而是为了接一个人 十五年前 我在看守所里待了几天 就被通知调查结束 可以回家了 谭家和替我顶了罪 她花了五天 故意暴露出先前留下的漏洞 把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判决生效后 我到监狱去探望她 隔着玻璃 我冷吃到 翅膀硬了 连我都骗了 她竟然笑了 许你骗我 就不许我骗你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 恶有恶报 善也该有善报 这样才公平不是吗 我给她的一切 小到一件衣服 大到整个路市 都是对那束小厨局的回馈 其实我也考虑过 直接把谭家和当棋子算了 我把一切灰色地带的事情 交给她去处理 就是为了以后独善其身 可是两辈子了 我身边的人 坏得坏 烂得烂 是她 让我看见了人世间的最后一点善良 我不想就这么毁了她 所以最后一刻 我犹豫了 打算复仇之后 自己顶罪 把路市交给谭家和 也算是我最后一点心意 只不过谭家和太聪明 她把一切漏洞都计算得刚刚好 我连方案的机会都没有 我输了 很彻底 我很荣幸 我的心颤了一下 什么 她继续道 不管是你是因为什么选了我 我都很荣幸 也不后悔 我忽然想到 把她带回家那天 你愿意和我走吗 愿意 要吃很多苦哦 我不怕 她做到了她的承诺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想要的都交到你手里 泪水一滴滴砸在腿上 当年被割掉一颗肾时 我都没有掉过一滴 谭家和抬起手 在玻璃上轻抚划过我脸旁的泪滴 却终究徒劳无功 别哭了 抱不到你 这是她第一次承认什么 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承认 我再也忍不住 为什么 明明是我 她指住我的话头 眼里竟然也浸出了泪 记住 我做的所有事 都和你没有关系 今天过后 不要再来了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 十五年没再见我 思绪拉回 闸门打开 熟悉的人影走出 我朝她挥了挥手 黑散之下 一双琥珀色的眸子仍旧清亮 我慢慢走过去 在我们的距离不过两步时 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她却趁势把我抱进怀里 雨点落在伞面上 发出巴达巴达的响声 我再也忍不住 趴在她胸口痛哭 十五年过去 我抵抗不住岁月 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谭家和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 可是我们拥抱在一起 却没有一丝陌生的感觉 我很想你 她一手抱着我 一手撑着散 率先开口 蹲了大牢 倒比以前会说话了 我失笑 又将她搂得更紧些 我也是 我也很想你 比你以为的还要想你 秋风吹过 在我警侧落下一片温热 万物与我而言 终于不再是荒诞的禁忌 我们牵着手 缓缓走向回家的路 前方也许依然充满艰险 但我知道 这条路上 有人会一直陪伴着我 我不彷徨 也不害怕 全文完